各位護法信徒 大家 歐彌陀佛 今天是我們提早配合在星期天 來舉行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宋慈金剛經 最主要的還是宣讀 師父上人所寫的這一篇 非常至誠感人的一篇文章 叫佛陀 您在哪裡 師父在這一篇可以講是一首常詩 裡頭描述自己從童年 少年 青年 一直到老年 這些在修行過程中 成長的過程中 在找尋著信仰的核心 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 說佛陀在哪裡 當然我想師父是把他過去的心聲寫出來 同時也應該是引導我們 我們心中可有佛陀 可曾想過佛陀您在哪裡 說我們的業障深重 佛在世時我沉淪 佛陀在2500多年前注釋在傳法音的時候 我們在沉淪 就是還不知道在三界六道中的哪裡 在做什麼 佛在世時我沉淪 佛滅度後 我出生 說一直到佛滅度之後 我們出生 得為人 甚至於像現在 得入三寶之家 得聞佛法 但是佛已經滅度 不過還好 佛的法 通過歷代的祖師大德 都重視這個傳承 所以到現在 2500多年 佛陀的教法 傳下來了 傳下來了 到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代 也要繼續 把它傳承下去 如果歷代的祖師大德 不管歷經 是怎麼樣的天災人禍 甚至於戰爭 饑荒 所有這些最困難的事情 但是法寶 一樣被保護著 即便是犧牲生命 都要把佛法 把經典 把法寶 把它保護好 把它流傳下來 所以到21世紀的今天 我們一樣要繼續 而且 也因為流傳的法 經過這2000多年 如同師父所說 真的 被染上了各種不同的色彩 披上了不同外貌的衣服 它被包裝 以至於我們會混淆 到底佛陀的本懷 到底佛法的真意 真實意理 到底是怎麼樣 在這麼漫長的流傳中 它越是多元化 有的時候會越是不明白 到底本來的佛陀的原意是什麼 所以到我們這一代來 是各方面 文明 知識 科技 都非常昌明的年代 但是 我們不能只是 坐享其成 只要想著 已經流傳了2000多年的法寶 未來的2000年 未來的2000年 不斷的2000年 誰來保護 誰來傳承 如果要問是誰 那就要說 捨我其誰 我們每一個人當作如是講 就是我們要學習正確的 正知正見正性的佛法 正確的學習 然後把它正確的 能夠對外 以空間上來說 要傳播出去 以時間 往後來說 要把它傳承下去 這樣子 我們今天 在這裡舉行 佛陀承到紀念法會 才不會 枉費 才不會突然 我想這一點 與其就是感慨 佛在世時我沉淪 佛滅度後 我出生 懺悔此生多業障 不見如來 金色生 金色生是不見 但是法生長存 有待 我們大家 真的要有心 有這個願心 要保護法寶 要流傳法寶 所謂保護 如果是在災變之中 當然要保護 但平時要護持 護持法寶的流傳 我想 各位 我們不管今天 因為天氣的關係 這兩三天 其實 我想在北美洲 西岸也易於往常 也多雪 也多雨水 中部更不用說 多風災 下了雪 也是很驚人 我看到 我們在 芝加哥 中部的道場 在外面開車 沿途 拍攝 好像冰柱 好像鍾乳石 就是 路邊的岩石 都變成像鍾乳石 那個冰 就這樣子 應該是歷史上首見 更不用說東岸 東岸一向 是比較寒冷 前兩天 多倫多 應該也是創紀錄吧 體感溫度 到零下三十一度 零下三十一度 原本是沃泰華的溫度吧 今年 有接近 但還沒到 但是一樣 我們被整個 好像冰雪風洞住了 這一片白雪矮矮 很是美麗 但是我們就看吧 就是注意進出交通的安全之外 看到這麼白色的一片 它的清靜 它的寧靜 我們只能說借靜戀心 看著外境 然後想著心靜 外面的一片大地 如此寧靜 如此清靜 那我的心地呢 我的心地也應該是清靜的 寧靜的 這一點 我想我們常常用佛法 觀照這個世間的人 要常常這樣練習 所以今天 因為這幾天的風雪 所以能夠回到道場 來參加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我這樣看來 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吧 第一當然是我們全體法師 今天的貢菜 過去都慢慢培訓了 貢菜主的義工菩薩 今天 昨天就請他們不要來 因為不知道路況情況如何 做貢菜 大概早上七點 最慢早上七點 就要開始製作 今天再加上要製作 要烹調 這個蠟八舟 我想他們大概五點半就出發過來 知聖法師 當然我們的點座組組長 擁台 提早兩天 先掛單下來 這樣跟我們同進同出 他可以在 製作 蠟八舟上 多給予一些指導 那大概都是 法師們自己來 我說今天參加法會 就是我們的 佛光會的會長 孫俊會長代表 還有秘書長 我們的 小媚師姐代表 還有最資深的信徒代表 我們的魯傑師姐 還有兩位香燈 我們的網影 還有小紅 各位看 平常時要點名是很困難的 今天就一目了然 但是很好 沒有回來 各位在線上 我知道各位一定是參加 今天的法會 今天的法會 一年一度 每一年在這一天 特別的去思考一些問題 佛法來自佛陀 教給我們 我們是 接下來是接在自己的電腦裡 接在自己的筆記本裡 還是接到嘴上 還是真的進到心裡 每一年 請大家這樣問自己 練習就這樣問自己 有在電腦有在筆記 也很好 好過沒有 有在嘴裡頭 誦經 講給人聽 也很好 當然也更好 但是最好的 還是要進到心裡 進到心裡 那就會根本的改變 我們的身口意 心裡是意念 意念改變 身所做 口所說 才會徹底的改變 所以那是會影響到我們往後輪回路上 業力到底是 我們講黑業白業 黑白的業就是表示黑是清淨的善良的行為 白 白業是清淨善良 黑 那當然黑暗的 那就是 惡的造作 不清淨不好的造作 所以一年一年 我們這樣問自己 同時 就在反觀 我有用佛法引導自己嗎 各位練習著 把佛法 運用在境界上 平常時 起心動念 你說 起心動念 都是要害人 罵人 這個也正常人不會這樣 更何況 學佛的人 但學佛的人 修行 就是在境界上修 特別 順境 容易昏沉 帶動 他不起 很著意的思考 練習 那就是在逆境的時候 逆著我們的心意的時候 去做練習 逆境來時 順境音 當逆境呈現 外境呈現是逆著 違逆我們的心意的 其實 如果 我們 把所有的法 都聽上來 練上來 就成為了 變成是順境往後 轉為順境的 音 聽一位師姐講 他義工 他說他一早 他在 我們佛館的義工 他一早醒來 他想 哎呀 今天 有點忙 我還是 不要去了 還是留下來家裡頭 處理事情 他想一想 不行 答應了說要去做義工啊 他就這樣反覆兩三回合 突然這件 各位 這是一個很 很 很一般 很平常 沒有什麼特別的 大家都會這樣吧 今天 穿哪一件衣服呢 要不要出門呢 今天要跟誰聯絡嘛 要做什麼事嘛 一早醒來 想這些 但他反覆在 要出門不出門 答應要去當義工 就是要去 在那裡 掙扎兩三回合 突然之間 一個佛法 跑進來 真的是無常啊 觀心無常啊 他平常 熏習的佛法 開始起作用 他心裡想 觀心無常 我只不過是 要出門不出門 我都會反覆再三 更何況 那一件 讓他追心之痛 非常痛苦的那一件事情呢 什麼事情呢 他那半年 非常痛苦 甚至於想尋短見 他的先生 感情出軌了 在外面有小山啊 他覺得 自己被背叛啊 自己對人的一點信賴 那個底線都沒有了 不知道要去相信誰 這件事情很痛苦 他那半年了 他就是一直 很折磨 覺得 先生不應該 他跟他 白手起家 輔助他 事業成就 成就之後 竟然 真是 對外發展啦 所以他 很難接受 那半年 活得很苦 很痛苦 但是就在那一念間 我對這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 當然例子可以舉很多 但是我只是 舉這個 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多聞熏悉 平常時聽來的佛法 就在那個 某一個 時間點上 只要你不斷思維 你真的很認真聽 哪怕你一時之間用不上 你說觀心無常 好像 就是道理明白 但是沒有感受 沒有切身的 這種 事情發生 你沒有很著意地用上去 感受力就很薄弱 就不能算是真正理解 那麼 他在 自己 痛苦了大半年 聽法也聽了多少年 突然之間那個早上 他真的是開悟了 覺醒了 他突然想 我不過這麼小的事情 我的心就這樣無常變化好幾段 先生在外面 那麼多年來 一個人工作辛苦 他的變化 那也算是正常吧 可以 體諒吧 所以他也是屬於 無常法的 其中一項 其實那一件事情 並沒有改善 但是呢 他這裡內心得到解脫 他不會 在糾結在那件事情 他多了一些 體諒 能處理就處理 不能處理 那就是照現在這樣子嗎 或者 應當怎麼樣走 沒有關係 但他心 自在解脫了 因為他明白了 真的 關心無常 各位看 一件平常小事 但是會令到自己 真的 煩惱 無明 痛苦 可是一旦有佛法的理解 馬上 自在解脫 所以說發出離心 修解脫道 哪裡是要去到 深文言訣 二稱人 如何 境界上如何 其實 我剛剛舉的 不過是一般的家庭主婦 他平常是聽法 聽法 訓息 到了那個 緊要一刻 就幫助他解脫了 不然 也可能是很兩極化的結果 但總之 我今天只是藉著法寶節 想跟各位講 對於佛法 我們要完全的 能夠重視他 感謝 而且發願的傳承 當然 今天中午 我們一樣在每年的 法寶節的正日也好 我們提早過法寶節 佛陀承道紀念法會 一樣 當天 各位看到剛剛 現在 還在 就是 兩邊 共了兩碗的 喇叭粥 那等一下下店 鏡頭前的各位 你就用心觀想 就是 知道今天有喇叭粥 那回來的菩薩 就跟我們一起 中午沒有別的菜 就是這一碗 喇叭粥 這一碗喇叭粥 都紀念佛陀的 成道 開悟 所以真的 去 隨時隨地 伸出援手 去幫助別人 是很重要的因緣 這如同這一碗粥 其實也是感念 除了是紀念佛陀承道 我感念牧羊女 蘇迪 他當時 佛陀因為他是 加比羅衛國的 太子 準備要繼承王位 但是 但是 有一些問題在他心中 始終 盤踞著 找不到答案 最終 他決定 事件上沒有答案 就讓我來尋找 讓我來告訴大家這個答案 這個就是 怎麼樣 脫離 生老病死的輪迴 怎麼樣 可以 斷絕 這些貪嗔 煩惱 的纏繞 就要去找答案 佛陀 捨棄了王位 就是 放下了 所有的榮華富貴 修行 當然過一個過程 最長時間 有一段時間 六年 在苦恨陵 這個地方 其實就在 佛陀加雅 菩提迦爺 我們佛光山在 菩提迦爺 有一所 印度 佛學院 那麼 就走路到聖地 差不多五分鐘吧 很靠近的 當時佛陀在 菩提迦爺 這個地方 那裡 其實印度有好幾個苦恨陵 那佛陀 當時在 就是這個 佛陀加雅的 這個 苦恨陵 但是 六年下來 佛陀知道 方向錯了 要 正物解脫 是用心 用心 正物解脫 但是修苦恨 就是在身體上 去 挑戰他的極限 但他發現 即便是到死 折磨到死 這個心 並沒有 明白什麼 或者得到解脫什麼 所以他發現 方向錯了 按照當時的 在印度所有的修行人 最多的還是修苦恨的 發現這個不對 所以走出了苦恨陵 其實從苦恨陵 一直到佛陀 佛陀正物的這棵 菩提樹下 還有一段路 中間還要越過一條河 叫尼連禪禪禪 所以佛陀到這個地方 到出了苦恨陵之後 還沒有到尼連禪禪禪 已經因為 六年的苦恨 極度的苦恨 對身體的折磨很大 所以體力不支 就暈卻過去 這個時候 有牧羊女經過 他叫蘇加達 斯加塔 那麼他馬上讓他的卑女 趕快 去帶乳迷過來 這個乳迷 就這晚 我們在中國 就發展成為叫 蠟巴軸 蠟巴 十二月 初八 農曆 農曆十二月叫蠟月 冬月或者蠟月 那麼 初八 佛陀 證悟的這一天 十二月初八 那就叫蠟巴 那在 當時 斯加塔 這個供養的 是印度式的乳迷 他用 這個 他們的 當時講他是牧羊女 但是記載上也有說是牛奶 也有說是羊奶 但總之他們豢養的 這個家畜 然後 有這個奶之外呢 還有一點 那個粥 一起煮的 他叫乳迷 比較濃稠一點 到 現在 印度還是 就是 在 很多地方 他是有失粥 不一定 十二月初八 但這個乳迷的 做法 就在印度一直都是 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 這個行善的人 他想要失粥 因為 乳迷也很多 不得衣食的人很多 所以他們就會在 什麼定點上 一大 一大鍋 都在那裡煮 這個乳迷 所以當時 牧羊女他們是很容易拿到這個乳迷 馬上 給佛陀 當時的佛陀 就先 喝下去 這有了一點 熱能 所以佛陀醒過來 繼續 再向前走 就進到 泥蓮長河 整個完全清洗 過後 再往前走 就到了現在 就是 菩提家爺 有一棵 那裡 後來蓋了一座 正絕大塔 在那裡佛陀打坐的地方 現在 因為 得要保護 不然 太多人去 想要請求加持 去頂禮去觸摸 那個地方 會毀損 所以用這個 銅的欄杆 把它欄起來 保護起來 就那棵菩提樹 都保護起來 總是佛陀走到菩提樹下 然後坐上 這個菩提坐 發願 如果 不 就是 不再 徹底覺悟 就 不離此坐 就是 用自己進入 用思維進入 這個定中 最後 真的是好像在打通關節一樣 徹底的 震悟了 所以從 佛陀離開苦恨林 然後到震悟 這時間 也很短 幾天的時間 這個中間 如果沒有 墨養女 供養這碗乳迷 很可能 那有多少 當時修苦恨的人 倒在路旁就走了 所以我們是非常 感念 墨養女 的 姻緣 我剛剛講 其實 對於修行 各位真的要 互持 互持有道 互持修道 這就好像 如果 譬如說 有一些年輕人 要去讀佛學院 我們去提供講學經 互持他 讓他安心讀書 譬如這樣 這個就類似 像這樣子 就像六祖慧能大師 他要去 五祖的地方學習 也是 有人提供講學經 甚至於 安頓他的母親 就他安心的 去修道 成就了後來六祖 他的 修行 佛陀也是一樣 有牧養女供養 所以 能夠 真的是安然的 到達 他證悟的地方 所以才有在 農曆十二月初八 當他閱讀明星的時候 證悟 證悟當然沒有人知道 只有佛陀 自己知道 佛陀當時證悟的時候 講了一段話 七災七災 大地眾生 皆有如來 智慧 得相 只因 妄想 執著 不能正德 各位這段話 真的好好 掺一掺 今天所有講的話 忘記了也沒有關係 但是 我們是 跟佛陀 一樣 具有 佛性 本質具主 只因為兩件事情 我們不能夠跟佛 一樣 震悟 解脫 剛剛講是哪兩樣啊 只因 第一個 妄想 妄想是什麼呀 虛妄不實的那些念頭嗎 很多事情是我們想出來的 我們想 眼前這個人是魔 他就是魔 但是 為什麼不想 他是好人 他未來也會成佛 當你這樣想 如果你想他是魔 你這一道牆 就築起來 如果你想 他未來也會成就 我要供養 護持 這位未來佛的修道 你的心就柔軟下來 柔軟下來 暢通無阻 不會對立 不會對立是什麼 不二 所以 真的是 法法道同 相通的 所以我們 很多感覺 這個人 我不喜歡 那些事 我不喜歡 當你 這些時候 你去想 這是真實的嗎 還是 是我 這樣想 所以 他就這樣成 這個隨念所成的世界 由我的信念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大家去想一想 因為兩件事情 第一是妄想 我們的 智慧不夠 慈悲也不夠 慈悲也不夠 心量也不夠 種種 運行也不夠 所以很容易 就按照習氣 去界定外在的世界 就產生了很多的對立 喜歡不喜歡這一些 妄想 我們如果學習佛法 應該要 導正 去糾正 糾正自己的念頭 如果他本來是黑暗無光的 我用佛法的光明去照亮他 就算真的都是壞人圍繞著我 我的念頭 產生光明 光明照亮他們 他們也會變為光明體 就是我們得要這樣的去練習 是真的可以念頭 可以轉動 轉動外境的 剛才講 只因妄想 第二句呢 執著 執著 我們經過的 哪怕那些感受 真的 或者假的 執著是什麼 我就抓住了 我抓住了這一些 本來應該要 過去就沒有的 這些 感受 我把他 抓來 當真 一旦當真 叫真 就計較起來了 人 就陷入了顛倒 苦惱之中了 所以 佛陀告訴我們這句話 多麼重要 但是 好像願意去參 這段話的人 並不多 如果真的去參 的話 處人處事 這個虛實 變化無常的外境 你不要當真 很認真 不要叫真 做事很認真 拜人很真誠 我們都真 但是那個叫真 那個計較 就不要了 真的 有佛法 就有辦法 這樣子呢 你會發現 眼前就算有萬重山在前面 但是我們可以一重一重的超越 我想 今天呢 就是用 佛法的運用 來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每一年都在紀念 佛陀成道紀念法會 每一年都在吃這一碗 會開智慧的智慧之粥 喇叭粥 但是每一年 原地踏步嗎 你甘願嗎 各位我剛剛讀 師傅的這一篇 我每一次讀 我是很難 完全 心平 就是心很平靜的這樣子讀完 很難 當師傅在講 我不甘心 可以讓我看一下嗎 我每一次要讀到這裡 我內心的戰鬥 到現在講起來一樣戰鬥 對啊 我們怎麼會甘心呢 輪回六道怎麼會甘心呢 各位要不甘心 師傅已經給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 所以這顆心安放在哪裡 不要放在 這個五濁惡事 人我是非裡頭 你要讓心 住在 親近的地方 這一點呢 用佛法的思維 就可以 讓我們好像保持在 親近的地方 真的 師傅在找佛陀在哪裡 我們大家要問一問 自己的心在哪裡 心住在哪裡 希望大家 心住在佛法中 在佛法中 就在光明之中 那你所處的世界 一定是光明 大家練習看看 好啦 總是呢 今天因為 風雪的關係 道路 路況我們也很擔心 所以回來的人雖然少 但是 我就以這段話供養所有在現場的代表 還有在線上的菩薩們 大家每一年每一年再過這一天 請讓這一天 成為我們成長的一個契機 讓自己 再重新 尤其今天是12月25號 剛好是聖誕節 也是我們在佛陀紀念館 舉行 神明聯儀會的這一天 有機會我後面還會分享 但總是 在這一天 過了 這馬上Happy New Year 再過了 再幾天 又是 Chinese New Year 就要恭賀新年了 好快 就這樣跨年 不能夠糊裡糊塗地跨過去 大家想一想 我走到今天來 我的人生路是對的嗎 我的世界 有哪裡 是需要修訂的嗎 如果說有佛法就有辦法 那麼現在 我應該 用法 用什麼法 來修訂 我的世界呢 這個 怎麼講 只要你 馬上行動 永遠都不會閒遲 每一個當下 就是 我們唯一可以把握的 好啦 今天 說得比較多 總是 佛陀成道 我每次講佛陀 夜賭明星 我都會想 夜賭明星 我們不是天天也在看嗎 怎麼佛陀看了 就開悟了 我們看了呢 就很迷茫的 就困了 總之呢 佛陀 這麼慈悲的給我們得度的因緣 請將這份因緣 把握好 珍惜這個因緣 並且 流傳下去 好嗎 我們 Thank you 我們 decrease 哦 我們 增加 我 我們 一起 搭y 我們 我們 감사합니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